对于南爱乡望丰村的取兵遗址 专家研判有四千年历史 早在民国七十年 就有台湾研究人员在这里进行考古挖掘 根据当地主人表示 出土文物相当丰富 可惜部落没有适当的展示空间 只能采回田保存 目前现场看起来是一片平坦绿地 看不到珍贵文物 仅设置了简单栏杆 防止外人进入 如今货文化部指定为国定考古遗址后 未来能不能带动部落发展 当地主人此高度期待 有听到这个信息说 我相信地方 特别是我们长期关注取兵遗址的这些人士 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 好多游客来 总是在网路 或说取兵遗址没有什么 只是一个脑部上单 毛场那么高 因为其实它里面的内容很丰富 只是还没有给它开发起来 取兵遗址在提升为国定遗址之后 拿头县政府首先规划在县子地 可进行陈列展示 让民众有机会一读 有四千年历史的台湾重要文物 就在原址来进行陈列跟展示 一方面也让所有的民众知道说 在四千年前签名 就已经来到南投这个地方来开发 对地方的不管是文化 以及我们的农业 以及我们的观光 那甚至我相信这个成立以后 让我们更多的子弟 愿意回来就业 回来部落帮忙 至于如何将文化教育与观光相结合 带动发展 南投县文化局表示 近期会到部落举行座谈会 收集主任的意见之后 报警中央进行后续动作 原市新闻八度 南投 任来采访报道